中国四大发明 中国在科学史上有四项为历史带来巨大影响的伟大发明 分别为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 这四样发明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时代的发展 将世界的面貌和情况全部改变 造纸术一般认为是东汉的宦官蔡伦发明的 不过考古显示在更早之前已经有纸张的存在 蔡伦只是将造纸的技术改良 让纸张得以大量生产 蔡伦提出的造纸方式为 将树皮或旧布皮与网混合在一起 加水煮烂并均匀搅拌成泥状 然后倒入木制的平板木筛捞起 变成纸张 稍微抖掉水分并摊在阳光下晒干 即会变成纸张 当然 后来这样的制程又再被改良 以生产出光滑、强韧的纸张 但是在当时只有厚重竹简 或昂贵薄书的时代 这样制作纸张的方式大大满足人们书写上的需求 因此蔡伦的造纸术被视为一项伟大发明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磁铁的存在 相传皇帝与吃油大战的时候就使用过指南车 而且中国甚至在汉代之前就已经知道 可以将铁与天然磁石相抵 制作出人造的磁铁 由于指南针会固定指向同一个方位 是非常方便的导航工具 可以使用于航海 也因为指南针的发明影响了罗盘的发明 对未来的世界历史造成极大的影响 中国人发明火药最早是因为唐代道士在炼丹时 意外发现这样致命的武器 不过火药一直到宋代才被使用在军事用途上 这样突破性的发明足足领先了西方五世纪左右 火药爆炸的威力非常强 可以用来炸毁城墙 大幅改变人们对战争的认识 让冷兵器时代逐渐过渡到热兵器时代 也使得战争的死伤越来越残酷 火药除了可以运用在军事上 后来也影响了阴火的发明 烟花在天空中绽放的壮观景色 成为民众最喜欢的娱乐之一 印刷术指的是活字印刷术 相传是北宋时代毕生发明的 在更早之前就存在刁板印刷术 不过那是将所有文字刻在一块板子上 在上墨印刷 如果要换页或者有刻错字 就要找一块板子从头刻一遍 非常费时费力 活字印刷是将字刻在一个个小木膜上 当需要印刷的时候 只要按照需求将木膜排序 就可以排出印刷页面所需要的文字 这样在印刷上是不是方便许多呢? 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西方 以至于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指南针影响了航海技术 带来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火药改变了战争模式 造纸术和印刷术 让知识的传播更加方便 这四大发明 无论哪一项都是足以改变历史的伟大发明 让西方人不得不赞叹中国人老祖先的创意与智慧 中文字背边 中文字背拜拜 感谢观看